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就是测试和拆解一款支持雷电4 USB4的一款高性价比的数据线 当然这也是一根充电线啊 这么说吧 这根线就是一根全能的数据线 不管你是充电还是传输据都是可以的 而且速度的话 它最高是40Gbps 天花板级别的速度啊 咱们拿到这两根线是外贸版的 盒子上没有中文标识 全是英文的 它一根是带速显功能的 一根是没有带速显的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是测试和拆解它 咱们话不多说 把包装打开来 外面的束缝膜 我们已经把它撕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盒子啊 两个盒子基本上就是一样的 它的图案不一样而已 盒子的话 这上面写的是USB4Cable 就是USB4的线纜 然后这边有240W 支持8K60帧的视频传输 然后40Gbps的传输速度 这也是一样的啊 然后这下面写的内部是有EMark芯片的 背面的话都是一样的介绍 我们把线拿出来 这就是两根240W的雷电式的数据线 它是编织线 这一根是带速显的 上面有一个显示屏 然后这一根就是普通版的 没有显示屏 带速显的连包装盒一起是61.2克 数据线的净重是49.5克 不带速显的是69.9克 连包装一起 数据线的净重是58.3克 不带速显的要重一点点 因为这个长度是1.2米 然后带速显的这一根要轻一点点 因为它是标准的1米的长度 线的直径是5.28毫米 在这数据线里面的话 它就是很粗的一根线了 这一根不带速显的实际长度 达到了1米3多一点点 这一根带速显功能 它的实际长度是1米1多一点点 带速显的这个Type-C头子的 护套长度是52.4毫米 不带速显的 它的护套总长度是43.7毫米 数据线的编织网的话 我用微距拍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编织网的细节 这两根线的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测试环节 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两根数据线的线组分别是多少 标称1米2 实际长度1米3的一根数据线 它的线组的话 大概就是160毫欧左右 这一根标称1米 实际长度1米1的这根数据线 它的线组的话 也是160毫欧左右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根标称1米长的这个数据线的一个压降值 它的5伏1安的压降值就是0.16伏 5伏3安的压降值 实际输出4.51伏 就是0.49伏的压降值 9伏1安的压降值 一样的0.16伏 9伏3安的压降值 一样的0.49伏 15伏1安的压降值 也是0.16伏 15伏3安的压降值 0.49伏 20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0.16伏 20伏3安的压降值也是0.49伏 4个档位压差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240瓦的充电线 我们要增加一个档位 28伏档位的压差也看一下 输入28伏也是一样的 0.16伏 28伏3安的档位也是一样的 0.49伏 这根实际长度1米3的这个数据线 它的压降值反而要低一些 因为它没有速写功能 这边输入5伏 这边4.85 就是0.15伏的压降值 5伏3安的压降值的话 它也要低一点 0.43伏 9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0.15伏 9伏3安 27瓦的功率 它的压降值也是0.43 15伏1安的压降值 也是0.15伏 15伏3安 45瓦的功率 压降值0.43伏 20伏1安 20瓦的功率 压降值0.14伏 20伏3安的压降值0.43伏 28伏的压降值也是0.14伏 28伏3安的压降值就是0.43伏 压降值越大 就是电流在这个线中传输 它损耗的功率就越大 就比如我们现在是28伏5安的时候 这边输出的是139瓦到这边就是135瓦 中间就损耗了大概4瓦的功率 也就是说这个压降值越大 它损耗的功率就越多 带输显功能的 它的压降值要大一点点 就是因为它多了一个显示屏 像这一种没有带任何显示功能的 它损电流传输的话 它就更加通畅一点 没有显示屏增加内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带速显功能的 它显示的瓦数127瓦左右 用仪表测试出来 它的功率是123瓦 28瓦5安的功率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个充电模块是140瓦的功率 然后我们这边接收的模块 也是140瓦的功率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不带速显功能的 这个线启动140瓦的功率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读取数据线内部的 eMark芯片 被动型数据线是采用的 成都易充半导体的方案 供电能力50伏5安 240瓦 ePR 然后它的速率规格是USB4更3 40Gbps的速率 下面的版本信息的话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看一下 这一根带速显的实际长度1米1的 这根线也是一样的 50伏5安 易充半导体的方案 然后USB4更3 40Gbps的传输速率 版本信息的话 我也把它放出来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实际传输速度的话 我的手上现在只有一个20Gbps的一个硬盘盒 我们用这个盒子来测试一下 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速率拉满啊 这两根数据线的实际传输速度 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了 这一根不带速显的 这根是带速显的 确实可以把我这个硬盘盒的速度都发挥出来 像这种速度的话 传输一个50Gbps的文件 也大概也就是两三分钟就可以传完 因为我们的设备有限啊 后续的话我会逐渐逐渐的更新我的测试这些数据线的充电器的设备 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拆解环节 这两根线内部的芯片都是一样的 我没有必要两根一起全部都拆了 我们就选择拆这一根带速显功能的这根C2C的线 我们看一下内部是什么样子的 拆解之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码管显示准不准确 现在我们启动的是5V3A15W的功率 它显示14W 9V3A27W的功率 这里显示2526 36W的话它也是差不多的啊 有34 5W 45W它显示的也还算是比较准确的 60W的功率的话它显示的是58 有一点点乌渣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类啊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用切割机把它割开 这个铝合金的壳体啊非常难切啊 切了我七七48个小时 这一个是带速显的这个壳体啊 上面有一个保护数码管的一个屏幕 这上面就是数码管部分 我们还要继续的清胶 这一根线确实是很难拆啊 我拆了这一边过后 我索性把这边全部也拆下来了 这两个就是它的铝合金的护套 非常的厚实了 我们用切割机都切了半天 然后这个是内部的塑料 里面还灌了胶的保护芯片用的 这边是带数码管的这一头 这边是eMarker芯片的这一头 这里有一个数码管 这里有个稳压芯片 然后这一边就是两个电阻 这一颗是数码管的驱动芯片 这一边就是这个数据线的eMarker芯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芯片的私印型号是B2VA 这一颗芯片是来自成都 一重半导体的一个方案 我现在就是要把线切开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线的横截面 这个就是咱们切开的数据线的横截面 外部的话就是一圈TPE的塑料包裹 里面有屏蔽层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部的线缆是非常多的 这个是电力的正级传输线缆 然后这边应该是副级这么多线缆为数据线缆 它是可以传输视频 而且是支持8K60帧的视频传输的 剥开外皮 这是数据线的屏蔽网 这一层就是铝箔的屏蔽层 然后这里有一根抗拉棉绳 这一根是正级的电力传输线 这一根负级的电力传输线 这四根细一点的线 它是数据传输线 然后这边有五组线 有屏蔽与薄包住的传输视频信号的 像这种雷电式的线打开就是一把线心 这两根是正负级的电力传输线 都是很亮的那种细胞铜的铜丝 然后这四根是数据传输线 内部没有抗拉纤维的一种线材 这是传输视频的 视频传输线 外面部有透明的塑料缠绕进行保护 这就是视频传输线缆外部的铝箔屏蔽层 然后这些是传输视频用的线缆 里面的铜丝都是很亮的那种细胞铜的铜丝 它内部没有抗拉纤维 整颗线材的用料还是很足的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价格嘛 这样一根40块钱起步的雷电4的线缆 40Gbps的传输速度 240W的最高充电规格 8K 60Hz的视频传输规格 基本上就定义了 这一根线是全能的 一根线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内部成都一充半导体 eMarker芯片的方案 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咱们作为一个新的测菜的博主 由于我的频道刚开启没多久 测试设备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咱们后续也会陆续的更新 我们的测试的设备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